大家我是宝君 一个上半身套着麻袋的妹子 靠着一双白金的大肠腿 专门引诱年轻男子 最后将他们吃下肚 一部脑洞大可的日本奇葩影片 《鬼女魔咒》 一天晚上 刚刚下班回家的大熊 来到街上买酱香饼 刚吃没几口 对每个套着麻袋的家伙 貌似是赶着淘汰 将它撞在地上 然后踩着魔鬼一样的步伐 撞起了铁丝网 估计是在测试这铁丝网的质量 是否达到ISO9002 国际质量体系认真的标准 大熊一直都在一间修理厂上班 店里最后他和老板大猪两个人 大猪见到平时干活挺积极的 为人一个挺老实的样子 就像自己的老妹镜像 介绍给了他 单身佛系久了 大熊已经不记得 妹子是什么东西 一看照片好像还挺不做的 莫名有一种行动的感觉 大猪趁是热情起来 说可以开车走的车子去约会 就连家里的弟子 也告诉了大熊 看来这是挤着要将老妹 嫁出去的节奏啊 搞了大熊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第二天一大早 大熊连长分早餐都没吃 就急忙赶到大猪家里 本来以为老板住的 会是豪华别墅什么的 结果却没想到是一个废宅 废宅的老宅 只见大猪正在摇水井里 给一个东西输水 这东西上面只能套着个大麻袋 看起来像是正在吃早餐 很明显这东西 就是大猪口中的老妹 大猪又是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只觉得这一切太奇葩扯淡了 随后大猪说起了 是他一把食一把尿的 把老妹拉扯大 两人从小就是相依为命 一直住在一起 看大熊这么老实 才特意介绍给他的 要是换做别人 哼 还没这么好的福分呢 被大猪这样一说 大熊感觉自己捡到了宝 约会嘛 妹子都是要好好装扮一下的 短裙配上一双红色的高跟鞋 瞬间就衬托出了 竟想大长腿的摆进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 上半生依旧还退了那个大麻袋 大熊想爆脑袋 也没想明白 现在的妹子都这么喜欢玩行为艺术吗 简直比那些雷人的时装秀 还要奇葩 由于大熊已经好久没拍拖 两枚技能什么的 夜景完全退化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做些什么 终于感觉停车在路边 扮起了鱿鱼 镜像却不乐意了 撒娇一般的从车里跑了出来 摔了个狗吃米田工 接着又四处瞎溜达 像是小熊女散步一样 走着走着 很突然加速跑了起来 而且还是那种恋爱了的大步奔跑 结果一时开心过头了 摔到了河里 奇怪的是 镜像不怕水烟 还将大熊也扯了下垂 开心了就像一个傻子一样 在水里玩起了游泳的指示动作 两人都已经完全失神 大熊只好带着镜像来到家里 准备给他换一身干爽的衣服 镜像直接一脚踢开 使劲地踩住大熊 还不停地往他身上蹭来蹭去 大熊当机子嫌猪手过去 加着推倒在床 上半身被捆绑 短裙 大长腿 这一切不断刺激着 大熊的肾上腺素 告了大熊直接一把扑了过去 刚解开麻袋的绳子 一块像肉一样的东西露了出来 切了大熊当下立刻马上 软了下去 镜像发疯一般在这房间里搞来搞去 直到将房间告知一个主角 才满意地离开 之后大猪打电话告知大熊 镜像对他的印象很好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之后就叫他做妹夫了 对于这样的极品奇葩 大熊可没有这么好的经历 第二天直接就惹了大猪的好意 有一点让他崩溃的是 之前的那张照片 并不是镜像本人 而是他就随便从这片海报剪下来的 就像很多人玩网聊一样 随便从网上搞一张图片 忽悠对方这就是自己 镜像已经看上了大熊 一直在他身边骚扰了他 搞得就像死神犯的恶心行为一样 大熊忍无可忍 无法再忍 随手抄起一根铁棍敲了下去 镜像好久没运动了 刚好有这么好的一个傻包 练练经苦 虽说好男人是不会打女人的 但大熊实在是肝火大爆发了 一直觉得打个不停 随之镜像肉身里面 镜也常有案情 气得大熊直接搬起一块石头 拿了个抱头爽歪歪 再额外补上一个锤打倒菜 直到对方断气为止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镜像死来死去都死不了 大熊把心意合 将它推下了河里 结果还这什么鸟事都没有 大熊栽之鹏跪了 镜像撕开麻辣的裂口 允许大熊可以进来探索一下 它的秘密花园 谁知这一探索 就把小蜜蜜搭了进去 大熊慢慢被吸了进去 直到完全变成一潭血水 故事的最后 大熊感到带回了镜像 并且贴出了一掌心的招聘启示 特别显明的 制造颜值高 身材好的耐心 不知道我这样的合不合要求呢 看完后 我只想说 没人知道这个商品生 她的麻辣的妹子 是什么尊重 也没人知道 为什么要套一个麻辣在身上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这妹子喜欢吃小鲜肉